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這條片出街的時候還是新貞頭 所以依然和大家拜的年 祝大家今年心想事成 萬事勝意 財源廣盡, 以及希望多些廠家 再出多些, 又便宜些 又可以Quality 很好的產品給大家 等大家可以賺多些錢之餘 買多些東西, 我亦可以 多些資料講, 就是這樣 好了, 今天 新貞頭, 我不講技術, 不講機器 不去 做一些很學術性的事情 反而 和大家推介一件事 正事, 真是正事 是甚麼來的呢? 是一個 audio workshop 是一個關於講收音的 一個 workshop來的 而最緊要, 甚麼都沒有講這個 workshop 是不花錢, 說多一次, 是不花錢的 所以呢, 是絕對推介 但是我絕對推介, 不是因為它不花錢 而是因為內容很正 那是甚麼來的呢? 這個 workshop, 叫做 LAV workshop 其實這個 L-A-V 就是用一個 即是用一個字來簡化 而它用哪個字呢? 就是 LAV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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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即是 那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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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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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在我的頻道裏面呢 都有這個觀眾呢 或者讀者呢 曾經都 嘗試叫我講一下這個 關於收音的 audio 問題 那 但是我一直都未找到一個 很入的位子 那還有很多時候都 所以有其他題目啦 所以就 所以就 我一直都未開始 但是這次就對了 這個呢 就不需要我講 因為你可以親身去參與 因為我經常都有一個疑慮 就是 就是 在我的頻道大家看過 看開都知道的 我屬於口水幫 為甚麼呢? 紙上談評居多 即是我到現在呢 我都很失禮 即是 我都拿不到真機去試東西 即是 對比其他香港做得很好的 那些YouTuber來講 他們都有真機去試 所以這個是 我是 即是 即是 覺得是失禮的 所以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我經常都在想 因為我只講 audio 的話 即是只講 即是沒有那麼容易 那特別是很技術性的東西 就 不是那麼容易去 展示出來 因為 audio 技術 就跟這個攝影不同 因為攝影我經常都講 技術 美學都還會 有些創作出來 但是 去到收音呢 其實基本上 是一種比較 純粹是技術的工種 就等於 如果你套進室內設計的時候 室內設計 就是一個 有創 都屬於創作的東西 但是收音 類比是甚麼呢 就好像你要 要由靈部長去 批檔部長去 那這個是比較功夫的東西 那好了 那這個 Lav Workshop 就是 就是拿這個 Lavalia 那個麥克風來做一個 就是用一個名詞 就是拿了三個字 來做一個動詞 那 喂 講這個 這個 就是一個 Tai Mike的工作室 有甚麼好說呢 其實呢 這個 Audio工作室 它比較是 就是 它的 topic 就環繞了這個 reality show 就是reality show 就是真人show 那 在國外 就有一些節目 我想大家有看過 譬如是 是甚麼 譬如一些 chef 就是一些廚師的比賽 或者廚師 在現場 在某些餐廳上 直接去教你煮菜 又或者 類似一些 譬如 爸爸尋小孩 或者爸爸帶小孩 到處去遊歷的 類似Vlog的show 都是這些 類似的reality show 但是 現在你會發現 香港很多youtuber 那麼 他們都 在收音上面 你會發覺 大部分 我留意到 他們多數用兩款咪 一般來說 如果他們多數 例如坐定定 坐定定 他們有些 就很肯扔本 其實他們用一些 很漂亮的Studio咪 即是 整支鼻伸出來 跟著一個咪頭 是屬於 在Studio用 讓你唱歌 甚至有個 有個Screen在前面 防止你噴咪 那些Studio咪 其實是很漂亮的 那這種 另外一種 他如果做Vlog 比較多 你比較多 就用那種Rode 很多人發音中 叫做Rode 我這裡不說 哪個發音 多一點就對了 我簡單 用正確的發音 就像Rode Rode的咪 大大的 夾在這裏 其實 我賣相 一般 大大尖夾在這裏 但是 我們不要說這件事 因為有時候 Flog的東西 只要有實用 而且 雖然大大的夾在這裏 但它的音色好 好像無線咪 即是 幫你拍攝 Carroman 它不需要和你一條線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它因為這樣做之後 它的咪頭 和你的衣服 有個距離 就不是太遠 即是 它的音響 就不會太容易有干擾 即不是來自你EVO的干擾 包括 那這兩組咪 我是最見得多 這兩組咪 我最見得多 當然有一些 也會加上機頭咪 即是機頭比較漂亮 方向性的 Shot Gun咪 也有 但是 那些多數是拍Vlog 我自己是怎樣 我自己 撕出來 有些噪音 就是我自己用一支 泰咪 這種咪 這種咪 就叫做Lavelia 有一些簡單的名字 就叫做Led咪 或者泰咪 因為它最相同 看到有個夾在這裏 通常就是 會夾在這裏 或者夾在這裏 我偶爾都會夾這個咪 但是後來多數我都不會 因為夾在這裏 其實夾在這裏 你的咪夾要漂亮一點 要不然很容易 它跟衣服有磨擦 因為夾在這裏 你現在聽到 你會夾到一點點 就像啪啪聲 這個Workshop 其中一個 主要原因 就是 你用這些咪 怎樣用得好 怎樣用得好 所以是教你怎樣用 有沒有搞錯 這些都要學 這些都要鑽 為什麼 不是做一些表演 我不是做一些表演 我不是做一些表演 我剛才說了 其實這些技術 就沒有分別 在哪裏 是沒有分別 因為你學了一個技術 一個專業技術 其實你可以用在任何的製造不同 就是你用一個專業技術 用來拍vlog是沒有問題 甚至用來拍 我現在坐定 或者說話 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隨便說一下 其實我在鴨寮街買的 大約好像70元 那有事 當然 你這麼便宜的咪 70元 質素如何 其實現在的水準 其實這些東西問題不太大 但是我多數 將它放在桌邊 這些咪 其實在某個範圍的距離下面 其實它表現得很好 只要在距離下面 它收音也是很漂亮 現在我只是改一件事 我盡量不將它上身 因為 你們曾經有些印象 我有些片 我沒有用桌子將它上身 寫 內不中間便會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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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用這些咪 因為我都難了 因為我沒有把它做好一點 還有我亦都一樣 我沒有用一些特別工具 把它做好一點 所以就出現這樣的情況 而這個workshop 就是教你 教你怎樣做好一點 在以前來說 我們拍電影 是用很多無線咪 講一些題外話 在荷里活的收音 他們荷里活 就不喜歡用泰咪 不喜歡用這些Lavardia咪 不喜歡用聰明咪 即使用無線咪 但是他們不喜歡 因為 因為 其實你做戲的時候 你做一隻咪 都很容易會 即是因為衣服 因為動作 而令那隻咪 會有些燥音 所以你看到 Making of 荷里活 多數的收音方法 都是用半咪 一些方向性很強的半咪 他們所以不是用一支BOOM 有時起碼用兩支BOOM 甚至三支BOOM 都有可能 但是有少許不同 就是荷里活 收回來的咪聲 基本上是一條Guide Track 基本上 99%的荷里活的電影 他們收回來的咪聲 都是不用的 是可以做什麼 配音用的 他們配音 但是你配完 你覺得不像配音 對口型 因為 其實他們收回來的 Guide Track 都是很漂亮的 所以他們配音的時候 演員會自己說 他們知道情緒如何 所以他們會配合口型 很簡單 Wave Form 所以他們會這樣用 但是在歐洲 歐洲 或者 中國 或者我們香港 其實現在中國內陸的電影 多數都會配音 那裡都是街出來的 但是香港那時候 都是現場收音 用回 都會用回 所以我們 就是在現場收音 那支咪的用途 那個用法 是一向都很專業 所以在這裏講一講 其實香港的收音師 電影收音師 甚至電視的收音師 都是很專業 他們都是把咪收到好 他們多數都是用這些 Lavalia 這些無線的Tai咪 或者叫Lag咪 他都做 那如果以前來講 多數就是在那裡 接一個三角包 就是用這個Masting Tape 很厲害的膠紙 就反貼它 轉一個三角包 就把咪 用兩個三角包夾住 或者把咪床在裏面 就貼下去 演員的身體 和衣服之間 這樣貼到實 所以他就不怕有磨擦 這種就是最比較 叫做 傳統的方式 因為都不會用到任何的工具 很特別的工具幫助 那這裏我不會示範 因為為什麼 就是 我相信有機會會示範 反正我想是 譬如特別有一集 真的跟你講收音時 我才做這件事 但是這裏我相信 現在 這一個主持 這個Master Class 他叫Master Class 所以真是正事 這個主持 Daniel Turi Daniel Turi 這個已經是幫很多真人秀 做過收音的一個 一個expert 一個專家 他就不是用這些方法 真的不會教你接三角包 他是做什麼 他會有很多不同工具 很多不同工具 去幫忙做這件事 那這些工具 會包括什麼 就是包括一些很特色的咪夾 那些咪夾 他可以把咪頭很細 藏下去 再用一些膠紙 就貼在演員身體 即是皮膚和衣服之間 去做這件事 另外還有幫忙的 就是有些不同的膠布 可能會見到一些 其實在他的網頁 在一些特別的網頁上 你會見到一些 他賣很多accessories 是一些很特別的accessories 包括一些床咪的咪夾 還有一些不同顏色的膠布 還有膚色膠布 即是說 有時候他甚至把咪 貼在皮膚上面 直接貼上去都可以 可能是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workshop 其中一個 那個 即是他的賣點 就是 無論什麼情況 和什麼時候 亦都不理你的演員 是穿什麼質地的衣服 他都會教你 可以怎樣 藏好支咪 總之是藏好支咪 即是說 其實這些show 這些reality show 和我們拍電影 那支咪是不見得的 當然 如果你把咪 好好夾在這裡 好像你看到很多電視的訪問 其實他用這些無線的攤咪 他是夾出來的 當然沒什麼問題 但是那些訪問 你可以夾出那支咪 但是你拍電影 拍電視 或者做reality show 那些真人show 你不可能見到那支咪 盡量不要見到它 所以呢 當你要躲在那支咪 怎樣藏得好 又不會發出 這些干擾性的噪音 還有一件事 你躲得好 不要收不到聲音 我躲得好 但是收出來 喂 搞什麼 收到這樣 類似這樣 不會的 其實這個呢 是一個 看似很簡單 其實 又不是很複雜 但是你要是 真是很有經驗 還有很有技巧 的一種學問 來的 所以這個workshop 就會教你這樣做 那 那 你為什麼要講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workshop 當然啦 其實主辦方 都是買一些東西的 但是 他搞手 就是這次來到香港 這個搞手 都跟我們講 不要硬銷售一些產品 不要硬銷售一些產品 那你在這個過程裏面 你就反而是介紹你的產品 介紹你的好東西 給普羅大眾 不要管他是什麼的程度 所以我再說一件事 就是 他不只是給你專業的人 不一定是 也不是說 你要很有規模地做一個媒體的工作 其實不是 即是 如果你是一個one man bank的youtuber 你是一個one man bank的vlogger 你想做好一點 或者簡單一點 找到一個很系統性的方法 令到你以後 你拍出來的video 和你的audio 都有一定的水準的話 其實你都應該可以去參與這件事 或者再多一點 你學多一個專業一點的技術 沒有壞 真的好說不好聽 老實說 譬如我有一天 我拍電影 我的audio man 病了 我想要求 不是 隨便 我想臨時找人看一看他 一天半天 有沒有人可以幫忙 你都會認識 是不是 不是的 我不認識的 我只會用一隻roll 大大的夾在那裡 你會認識多一點 認識多一點 還要是免費 免費 何樂而不為 是不是 所以 我是 贊成大家 勇躍一點去 去參加 那麼這個日子 什麼時候呢 說了那麼久 整天都好像兜得很遠 就在2月20日 接下來幾天之後 就在2月20日 2月20日 就在觀塘 The Wave 那裡 就是會 舉辦 時間就是 晚上 6點9至9點 其實大約是兩個小時 2個小時 我很相信這個時間 除非大家要約了你的家人 吃晚飯 又或者什麼 如果不是的話 你抽少許時間出來 犧牲少許家庭聚會 或者和朋友聚會的時間 或者不要看一套戲的時間 你盡量有興趣的話 去參與這個workshop 我肯定你是得益非錢 還有一件事 說多一次 免費 大佬 免費 不用有人帶錢 何樂而不為 對不對 我保命的 我保命的 那麼 也都希望在多久 可以見到大家 那麼 因為正 正 我當然是頂力支持 這件事 我還沒有留在什麼所說 當然我會說 主辦單位 其實是想通過一個master class 去軟 即是軟 他會推銷一些產品 我肯定說一點 那 他這個產品 其實是什麼 那 是一隻 當然是無線咪 當然 他現在的咪的workshop 沒有理由賣消我的 那他當然是賣咪 那這個 他其實是一隻Aputure的牌子 Aputure大家都知道 是賣燈的 即是做燈 大家 很多香港人都用很多Aputure的燈 那麼 Aputure其實都有發展了 一個professional microphone的方便 而他們這隻microphone 就叫做 D-E-I-T-Y 如果英文的發音就是Dety 如果美國發音就是Dety 你可以問一下參與當日 究竟這隻microphone叫什麼名字 我在這裏講完兩個名字 給大家聽 Dety 或Dety 都是這隻microphone 其中一個是Vuze 就是一種Duel Channel的microphone Duel Channel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他只用了一個receiver 他就可以接收兩隻transmitter 即是兩個microphone 那他也有些東西 現在都是up to date 是很好的 包括什麼呢 Duel Channel 即是你省定一點 即是你只需要一個receiver 你可以收兩隻microphone 那你就 其實都適合一些很簡單的drama製作 你不需要揹兩個receiver 那你揹一個receiver的好處 就是你這個receiver 其實你可以直接進入 camera 即是你不需要經 mixer 你不需要經 mixer 你可以直接進去 那如果你進去 你分回左右的channel 其實都是separate的 這個audio channel 即是他不會混在一起 那另外呢 這個設計 現在挺好的 當然不只是他 很多機器都有 就是什麼呢 在他那個transmitter 即咪頭的部分 他都內置了那個recorder 可以錄到這個128GB的SD 那我覺得非常好 其實就算你在那個 在這個無線傳輸過程裏面 你萬一真的閃了 萬一真的不好意思 真的斷了電 斷了訊號也好 其實呢 你在那個演員本身 揹一支咪頭 他都直接下了去那個receiver 不是那個transmitter 他錄了音 那你回來 整張SD卡都是有 即是說 他是有保證了 雙重保證了 你一定基本上錄到聲音 而他在直接咪頭錄的好處 他沒有經過這個 這個wireless傳輸的 所以可以說 肯定是沒有這個雜訊 亦都肯定沒有這個斷斷續續的 那這個是一個好的設計 那當然我再說一次 不只是他的 但是現在很多 即是up to date 今天咪頭的設計 是一個好設計來的 但是他更加比較 professional 就是他這個time clock 即是說 你可以節省一些 如果你用這個 double system的話 即是你分開了 你都錄到一個 另外外置的audio recorder 那你回去用time clock 容易升 那這支咪頭 他的電池 操作挺長的 總之你用他的電池 差一次電池 可以用了14個小時 14個小時的運作 就是 沒那麼辛苦 沒拍那麼長 大家我經常都說 你一天做12個小時 就是狀態最好的 做得長 其實大家可能會 沒有那麼容易集中精神 14個小時是非常好的 另外這支咪頭還有什麼好處 Luminium Body 即是鋁合金的case 那就是說 你當然現在這些 Double Channel的 Double Channel的 Audio咪都好的 很多已經是 即是淘寶找到的 但是那些可能是膠的 那這些就是 鋁的 鋁合金設計外殼 就會穩陣一些 還有你看到他的panel 就是full color 你只見到這支咪頭 一路說的信號都發發 你肯定知道收不收到 那麼這裏他一套 一套就是包括 你說的是 一個receiver 兩個transmitter 咪頭 連同咪頭 連同一個case 連同一些相關的 電池 那樣的 價錢我都可以的 就是1090美金 即大約是 8千元港幣 那你會說 不是很便宜 因為你最便宜 你在淘寶找到一支 類似的 這個 Double Channel的 這些咪頭 如果是膠身那些 可能是2-3千元而已 大約是他的 三份一至四份一價錢 都可能找到 但是 我想造工 Quality 和這個 賣相方面 是有少許分別的 類似的東西 Sony這一套 Sony有一套 那麼 價錢就是 1229 那麼大約 就是1萬元港幣了 那麼這有少許不同 因為Sony這一套 他就著名了是 True Diversity 即是說 不單止是2個channel 即是2個頻道 即是2個頻道 即是2個接收器 即是 接收器裡面 接收器裡面 有2個天線分別 對應2個接收器 那麼Quality會比較好 但是我不 跟大家詳盡 即是Diversity 和沒有Diversity的分別 那麼這有少許分別 那麼你再便宜一點 Roll也有一隻 類似的 那就是 售價只是352美金 即是大約是 是Under三千元港幣 都不錯 那麼當然你用這個 例如Roll來講 一般來說 他就會大大隻夾在這裡 但是呢 他的Roll 都可以給你另外一個分別 即是用一支 獨立的Tai Mic 即是都是一支 獨立Tai Mic 上這裡來的 那麼這個就是 在現場 你會見得到的 其中的產品 其中的產品 就是 那就是 這一支 這一支 我都推介的 我覺得他的造工 和Quality是不錯的 而且 外國的用家 那個反應都不錯 但是當然 再說一次 這個呢 並不是他們 今次 這個 Master Class 的一個 主要原因 其實主要原因 那麼 是 都是想大家 去知道多些 在Mic 上面 認識多些 怎樣運用的知識技巧 所以呢 所以呢 還是再說一次一句 就是 極之推薦大家去參與 在我的 這個Youtube 下面 就有一條連結給大家 那麼 這裡呢 他的名額 好像是大約五十個人而已 已經 因為我已經不是第一時間 去 推介這件事 已經有人報名著了 所以快快去去去 因為呢 我問過主辦方 他們用什麼方法去篩選 萬一多過這些 五十個名額 那麼 究竟是先到先得 還是抽籤 還是 不知怎樣呢 他們可能有個秘密方法 我沒有告訴我 但是不要管了 第一時間去了 先霸了個位置 還有 希望當日見到大家 好了 那麼小題外話 題外話什麼呢 因為 可能大家都知道 我上一次 也搞了一個聚會 那麼這個聚會呢 就 我自己老實說 我覺得 那個turnout的結果 不錯 因為呢 在現場的 參與人數都OK的 就是 不會多到大家交流不了 也都不是小貓三四隻 那麼 還有呢 在歌詞交流之後呢 就 我們已經成立了一個群組 那麼 因為 始終有些人 不是 這個不是很貶義 始終 有人會 一直擔心這些群組的 那個 私隱性 那麼 但是現在我們自己 成立了一個群組 就是大家在一邊 聊天啊 或者交換這些 信息都很開心 那麼 現在我在想著 因為甚至群組裡面 都有朋友說 可不可以第二次聚會 那麼 現在我也在想著 是搞 第二次聚會的 第二次聚會的 那都是屬於免費的 因為這次聚會 我不打算想什麼 topic 因為 因為 嗯 我打算的做法是簡單一點 如果大家 有問題 有問題 真的想我去 去 去 試一下幫忙解答的問題 或者 什麼都好 可以 立刻提出 那麼 因為現場上面 這次已經熟了 那麼 都有很多 來自不同各方各面的高手 那麼 其實大家都有一個交流 就是聊天交流 那麼 純粹是這樣 我不打算定什麼題目 大家有沒有興趣呢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還是想選擇 星期六這些時間 那麼你會不會參加呢 你可以先給我一個這樣的 這樣的 feedback 另外 就算我們群組裡面的朋友也好 那麼 我如果是打算 因為現在二月了 對不對 二月都 接下來就快結束了 那麼我打算可能在三月 三月 我們隨便找個禮拜六 大家有沒有提議呢 那麼 那麼題外話 第二件事就是 我也在想著 也都有 有讀者或者觀眾 跟我提出過的 那麼我也都 覺得現在才可能是有時機 譬如 我真的搞了一些班 但是這個不同了 如果我搞了一些班的話 我是會收錢的 因為 第一 知識有價 第二 就是 如果有系統地 也要籌備功夫 還有我想的一件事就是 是真正想學東西的人才來 但是這個 topic 我是公開的 因為我以前在大學教的時候 基本上面 都可以教 和應付不同的 整個製作上面的東西 簡單的說 你可以在攝影上面的東西 可以後期的東西 後期上面包括剪接 或者調適 都可以不同的 topic 甚至在創作上面 又或者 如何 master 在一個導演上面 可以有不同的 topic 那麼 譬如今年 我可以有興趣 去做這些 workshop 做這些 course 有沒有人有興趣參加呢 如果可以有興趣參加的話 你目標 你最願意給多少錢呢 這個不是多小問題 你可以說 我願意給50元 其實不介意說出來 我願意給50元 那我就想和你講一下 怎樣去後期調適 不要緊 你告訴我 我看看 搞不搞到 就是這樣 這兩個就是這個 推介完這個 love workshop的題外話 那你 有的話 你可以在留言 那裏 留下它 提供給我 那我再考慮一下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